分手的時候 其實在分手之前 我覺得分手的日子 當然很難過 要想辦法 但是分手之前 你應該有一些證招 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其實這是 就像我們講 生病 生病要治好 但生病前要預防 對不對 會有症狀跑出來 會有症狀 你的另外一半 有這些症狀的時候要小心 現在在跟你們講 可能有點太累 我們跟電視機前面的人 現在要講 她的態度有改變不耐煩 她有嗎 沒有 我覺得態度改變不耐煩 是指說兩個人相處的時候 我們都對彼此不耐煩了 這也會編成一把那個利刃 對 我承認都是我在變成不耐煩 妳會變成不耐煩 對 如果我想跟這樣 因為我也很分手的話 妳有不耐煩 妳沒有 妳很可憐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覺得理所當然 這是妳的問題 對 我覺得這是我 我把她想太理所當然了 所以她有的時候做得很辛苦 可是妳覺得她本來就該這麼做 對 妳可能也沒有稱讚她 也沒有覺得 但如果她 對不起 但如果她可能晚餐沒有買來 妳就會怪她對不對 或是買錯 可能她錄來接我 然後不小心遲到一下下午 我就會覺得為什麼妳又遲到 這種 對 對 男人很需要被稱讚 對 妳終於講最重要的話是不是 好 常常消失或事情交代不清 這個有 這個有 是不是 這是出問題的時候 對 出問題的時候妳就會發現 她會 反正就會對不上對不對 對 妳應該常有吧 對 因為尤其是下一個 說謊次數變多 我覺得女人的會有一種第六感 我們也不用特別去找 反正妳就當妳在做壞事的時候 就是會有證據 就是默默的從口袋跑出來 對 就是 對 所以妳才會一直想要說謊 而且妳們會 我會那種 我會就是聽到第一次 覺得邏輯怪怪的時候 我都不動身手 我也是 我會幾天之後再問一次 再問一次 看妳記不記開 那次說的都不一樣 妳說謊的人會忘記 妳們就是CSI 對 好恐怖 對 而且我想問幾位美女 就是說 妳們是不是更氣 她說謊的事情其實是小事 是不是 對 就是有時候男生她說謊 是因為覺得 跟妳解釋太麻煩了 但其實她不是做什麼壞事情 她可能就說我加班 但其實她是跟朋友去打球 這個事情很嚴重 對 但是女生就會是小事嗎 小事妳為什麼還要做 對 妳們氣的點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 我要替男人說一句話 就是說她真的是 很想去跟朋友打球 對 但是她知道妳很需要陪伴妳 那兩... 好 我那天看一個TVBS的新聞 說日本人現在開始說 讓員工不要過勞 七點以前妳就一定要下班 下班以後就街上有很多晃蕩的人 遊魂 不是 那一些人她不想回家 因為她多出來的時間 那她就去買買東西 打打棒球 吃個便當 對 或者是在公園吃個便當 她覺得那個時間是多出來的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她太太是在家是等她的 對... 她怎麼這麼不喜歡回家呢 可能家庭已經變成她的壓力源了 很多人開車到家 會在巷口坐一下 才上去 就是她要準備自己 因為可能在公司裡面 已經被老闆罵了 或者是很多壓力 她準備好自己的情緒 再去另外一個戰場 對 你知道我有朋友跟我講說 她跟她老公常常吵架 常常吵架 那她有一天 她發現她先生車回來了 她從後面回來 她就從巷口就下車 然後她就看她先生坐在車上 就這樣發愣 但不上去 她看了很久 大概到半個鐘到45分鐘 她先生深叹一口氣 再上車 她那天回家 她就一句都沒有吵架 就是她突然想到 我怎麼給了我 我曾經深愛的男人 這麼大的壓力 這麼大的痛苦 心疼她了 就是她覺得她應該放她走 內疚 她覺得說 她跟我在一起不快樂 我想妳先生跟妳在一起 她又會覺得說 妳跟她在一起是不快樂 其實這個東西是互相的 她覺得我跟她在一起我不快樂 我同時也感覺得出來 她配合我配合得很用力 很用力 比方說我其實是那種 做所有的決定都很快 然後我希望能夠攢更多的錢 去做更多的事情 比方說我是工作狂 我現在自己在接安子 我是禮拜一到禮拜天 通通沒有休息 沒有一六一休好 然後我早上五 沒有 我早上五六點就起床 然後晚上十一二點睡覺 每天 對 然後她就是屬於那種 對 她就五點下班 就想要休息 看電視 什麼都不做 所以我覺得 妳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妳就知道不太對勁 差很多 對 她覺得 這個老婆好辛苦 好 出現新的生活習慣 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她會 譬如說以前上班 可能都是穿得比較邋遢 然後現在就是會精心打扮之後 對 男生開始擦香水 對… 沒有 對不起 我不是說健身不好 她突然很在意自己的身材 如果女生開始買新內衣的時候 也是 可能只是為了要感情中有激情 所以買新內衣 如果她不是穿得給你看 對 妳突然發現說 那個新內衣她沒看過 這就危險了對不對